我是洪家豪 我覺得我是一個永遠都不會戴得透的男生 其實我可以想起以前和朋友很開心的日子 亦有想起汗水和暑假 至於為何《十號樹木櫃》的名字是怎樣來 是因為填詞人林寶想把裡面的男主角設定是我 其實我是從小踢球踢到大的 因為踢球來說穿十號球衣 我一貫都被人稱呼為靈魂人物 至於為何是儲物櫃 因為林寶覺得所有男生都很喜歡儲物 這種很喜歡儲物其實儲了很多實物之餘 還有很多就是我們心底裡有些東西 可能我們自己不知道 最觸動到我的其實是 原來有些東西真的不能回頭 有時當時不能珍惜就可能沒有了 原來大了之後 例如想起我小時候和父母和弟弟一起放假去玩 其實原來大過了真的不會再有這些機會 不會再有這些畫面 所以我覺得當下要珍惜那種感覺 對我來說是一個永遠都不會戴得透的男生 為什麼我說我是一個永遠都不會戴得透的男生 其實我覺得成熟從來都不是一件好事 對我來說 自己本身的筋其實是很喜歡 很貪玩、百厭 大概有很多壓力、顧慮之類 除了這些之外 好像少了很多開心的時候 其實你要自己去找方法令自己開心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不要長大 可能我和我的好兄弟都是這樣想的 人年紀真的大了 但其實大家是繼續 仍然好像我們十六、七、八歲相識的時候 經常都嘻嘻哈哈 這是我其中一個最開心的時刻 我回到中學的時候 我會選擇努力點讀書 因為小時候家人說得對 如果你沒有努力讀書 其實你可以選擇的東西是少很多 十八歲沒有去考過車牌 例如現在好像釘了耳窿 為何二十七歲才釘呢 五十七歲才釘去呢 其實有很多曾經可以更加瘋狂的事 我覺得可以更瘋狂 我是洪家豪 我是一個唱作歌手